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响天开 那看能不能把他逼到这个份上 现在日本人已经开始怀疑他 那他在救人这个事件上 做手脚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他为什么动手脚 其祸可拒罢了 吴先生如果真想救人的话 早就应该把人交给我了 但是敢怀疑吴宣明的人也并非是等闲之辈 在华中地区只有九头鸟有这个胆量 九头鸟在青州敢对吴宣明下手 无非上的身后有种田工这个后台 你要我做什么 你要我做什么 跟我配合 火上浇油 把吴宣明比条强 把吴宣明比条强 我们来原队长 见鬼了 吴 吴队长 哎 上哪发财的了 哦 我们是市长 商量施杀部队去了 刚回来 哦 老史回来了 哎 你跟他说 等我忙完这两天找他吃个便饭 哦 是 是 我一定说 知道了啊 知道还不走 哦 嘚 这有口秀啊 这狗 废话 仲田军长的狗 借我玩两天 还不走 嘚 什么 你看见谁了 伍宪明啊 不可能啊 房警斋能放了他 市长 我真看见了 我也了解了 据说是警卫师团长 用了二十万的斤粮食 把他换回来的 你这个情报是怎么搞的 你到现在才知道 市长 那个时候 我不是跟你在山上 事大部队呢吗 你这可怎么好 你这可怎么好 市长 我先能说了 郭月这儿要叫你吃饭哪 滚 滚哪 就这么逃了 我不甘心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得罪了伍宪明那个杂种 那个混尸魔王 他是个混尸魔王 他能放得过我 是第一条 我把他交给房近斋 是想把他置于死地的 是市长 是你 乌林是你带造的 实际上收拾这么些东西 准备淘弹了 你是什么人 你的救命恩人 不是黄军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关键我跟你恨同样的人 你跟武仙明也有仇 我凭什么相信您 我要是帮你平安地度过这一关 你自然会相信我 你说说看 史市长 我想问你 这武仙明这么跋扈 他背后靠的是谁 自然是禁卫师团长 史市长 这禁卫师团长一手遮不了天 可是你知道 总田军长把他的狗 都给了武仙明 史市长 难道你在总田军长 新闻当中 连条狗的地位都不如 你这是怎么说话 滚出去 史市长 据胡寡妇指证说 是你陷害了武仙明 是 是是是是是 有这么回事 那胡寡妇和武仙明 究竟是什么关系 老相好 日本人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既然这样的话 他胡寡妇说 是你陷害了武仙明 你为什么不能反咬他一口呢 说你是被他胡寡妇陷害的 你要知道 你跟他之间有杀夫之仇啊 哎呀 那有什么用的 哎就算把胡寡妇杀了 武仙明那个狗杂重 能饶得了我 史市长 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我有一个免费的情报给你 武仙明不是说 是你把他交给房尽斋的吗 你让九头鸟去了解一下 看看房尽斋 究竟有没有胜过武仙明 史市长 日本人在荆州这盘棋上 你可是个非常重要的棋子 按照我的推算 仲天宫一定会亲自来 视察你的防卫区 那可是你讨价还价的好机会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重要的机密 是你 你就是那个冒充马腾混进军事会议的人 马腾是你 你 你好大的胆子啊 日本人到处在通缉你 你知不知道 你还敢来荆州 那史市长 完全可以把我交给日本人去请 但是只怕 你和房尽斋自己街头的事 怕是保不住了 各位兄弟 我这叫你马兄嘛 史某平生最重一个义字 我听你的 史市长为什么还没到 报告是 团长 这个不知道 他不来进展如何检约 冤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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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军 有人要害我姓名 什么人 吴贤妙 史市长 你说武队长有意陷害你 可是上次那个胡寡妇 说你陷害武队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认识 史市长 既然你向军长喊人 那我就告辞 千万不必 今卫师团长 我对您是最信任了 您一定会为我主持公道 有军长在就足够 军长 告辞 军长 我为了投效皇军 曾经杀过胡寡妇的丈夫 这事你说过了 所以说胡寡妇她要陷害我吗 可你控告的是武队长 军长 您想想看 如果没有说武先明在背后撑腰 这个胡寡妇敢在皇军面前说三道四吗 胡寡妇说 我把武先明交到了房进斋的手里 这事太好办了 您可以派人查一查 武先明有没有落到房进斋的手里 如果说武先明确实落到过房进斋的手里 我认栽 如果说没有 您想想看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史维远总是手术两端 可是禁卫军跟我说 他不是相当于三国中的旅夫吗 是 维远也很像 史维远与武先明相比 谁更有用 当然是史维远了 他是胡匪出身 非常擅长在胡刹地带作战 是我们队友房进斋的一张王牌 那么现在史维远状告武先明 我们应该如何处置 想听听禁卫军的高见 请军长秉公处置 我不会盲目相信谁 我已经派人前往洪湖调查 如果武先明没有落到过房进斋手里 那么我就不得不相信 他是为了帮助那个胡寡妇 而陷害史维远 好 我听从军长的调查结果 我听从军长的调查结果 怎么回事啊 武俊 军长的意思 说最近荆州不太平 让我们对武队长严加保护 那依军长的意思 哪儿太平了 办公室里都安全 好 麻烦公本军到馆子给我端两个菜 愿意为武军效劳 您是 您好 胡女士 好笑人的称呼 那我该称您为先生了 那你就叫我魏先生吧 我是武先明的朋友 说吧 什么事 不过有句话得说在前面 只爱亲朋 该不奢妃 武先明有难 你不懂得把你发生的伏类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好吧 当晚什么都没说 等等 远来失客 喝杯茶再走 这样的视频 纳理 你听不见自此 不是 怎么了 你氛气 当你老公 我买了 我可是 我忘了 我都不信 我总是 我忘了 他给了 我修了 我再给你 我再玩 嗯 马上就试大将了 那你知道 要杀一个日本大将 是什么价码吗 我不用问价码 那看来你是有钱没处花 是大财主了 那你为什么不问价码 因为我根本没有钱 我看你这个人啊 八成应该找个郎中看一看 伍仙明是敬畏师团长的红人 敬畏师他为儿子 一个史未远能搬得动吗 这样吧 我明天再来找你吧 怎么了 泰君 我怕你们武队长把我给忘了 我来看看他不行吗 武队长不在 怎么会呢 是他约我到这儿来的 郭本娟 你们要棒打鸳鸯呢 没有 我是怕打扰武队长您休息 胡大姐 进屋吧 泰君 你们日本人的规矩 是二对一是吧 你们日本娘们可真行 我们中国女人 可不敢那么没廉恥 要是你们日本人 不讲究朋友七一 不可细的话 那我一会过来陪你啊 请 军长 荒谱大佐派去洪湖秘密调查 五仙明事件的人发来密电 据他们调查 没有迹象表明 五仙明曾经入入过 房境债的手中 放开 这么说那二十万斤粮食 是五仙明包房境债 从皇军手中派过去的 这个五仙明良心太坏了 等警 你亲自去把他抓起来 等我从南京回来以后 调查处置 军长 施团党那里 等警 凡是运送粮食军火 等违禁物资进入九一八十房区的 应该如何处置 子弹超过一颗 粮食超过一两成 枪决 那么五仙明私通房境斋 骗走二十万斤粮食 应该如何处置 有谁能够探回来老汤 是 胡大姐 你昨天晚上见的那个人 一定是非晓杨 我是 adher他 这个人是什么人 我一个老同学 大家 这次就发现了 看来 这次就发现了 这次的事情 你不怎么试试 家人 你怎么会 不得あり 你这次 我要讨厌 你怎么可能下手 记住 无论如何 不能答应魏耀阳的条件 大将是日本人的最高军衔 只要你下手 不管成不成功 都会满门抄产 我寡妇人家一个 无论是全家还是满门 横竖都是我一个人 你怎么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可不得了 你怎么要吕东斌啊你 工本军 没想到你还有厅房的时候 放手 他们上都下来了 不 这里不安全 你得换个地方 多谢参谋长 我就不信了 你是柳夏慧在身 真能坐怀不乱吗 慢点 你忘了 你昨天在我这儿 喝过一杯茶 不对了 正好说到这儿嘴巴渴 可不可以再给一杯水喝 我胡寡妇的段长茶 哪用得着喝两杯啊 就算你是水牛 一杯就够 不过三日肯定会发作 你要杀我就等于自杀 活着 才是最美好的事情 我不是柳夏慧 如果胡女士 你不认为自己 比照片上这个女孩子漂亮 那你刚才做的 也不算是无用功 是个外国人 长得挺漂亮的 你老婆呀 我的未婚妻 她今天跟我说一句话 活着 是最美好的事情 所以啊 你就得求我 她也没有事 还要想想她 我认为我 我认为你 这是你 的赋争 人 吧 那你说 如果我把你交给日本人 能不能换来 武仙明一条命呢 如果这事你不帮我 咱们还可以商量 但是如果你把我交给日本人 那我在死之前 也一定要除掉一个汉奸 你敢按按钮 武仙你可以试一下 何必这么剑拔弩张呢 给你解药 你不怕是三步倒的烈性毒药吗 干我们这行的 早就暴动了 为国家捐取的决心 好 我信你 解药你也吃了 那咱们俩就一拍两三 你不救武仙明吗 我跟他只有交易 我貌似去救他 我傻呀 那好吧 算我看错人了 董女士 如果你还需要找我的话 你就按照这个地址上就好了 你咱们择上去 你把我抜得了 一肯 你把我去救你 你把我抜得了 我把你帮到这个地方 你不可以帮到这个地方 一肯 我妈就要去南京了 现在总田宫 顾忌不了五千名的事情 但是等他一回来 一定会大开杀戒的 你这个人 一不好测 二不贪财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没意思 所以我也不怕死 怎么才能接近总田宫 你不是有脉性毒药吗 有啊 可不可以 杀人于无刑 只要能够接近他 把药粉引人就可以了 好 那我带你去见吴雪明 可是他已经被关起来了呀 没关系 我有办法 魏兄 关站长 魏兄 有何会干 这次来有一个小事情 想请你帮忙 不知道关站长 在荆州宪兵队的监狱里 有没有内线呢 没有 万兄神通广大 你这么说就过谦了 若是没有内线 怎么一枪未发 就把冯礼二位长官 从监狱里面救出来呢 拜比 拜比 不足一提 怕是长官步步这么认为吧 虽然两位长官已经训业了 但总比落在日本手里前 两害相权取其亲 万兄仍然是其功一剑 那是个人 对 说句不嫌惨的话 怕是高深再望 不敢当 今后咱们就是同僚 还请万修援手 冯礼二位长官已经兴起了 魏兄还要打入监狱 可有什么引擎 是我一个亲戚被押入狱 我跟他有一些生意上的来往 纯属私事 本站在监狱确实没有了 不过 倒可以帮你临时收买一两个看守 不知是否刊当重任 有了万兄 魏队长 这是家里人带的东西 来 来人 我要进古本大位 参谋长 我知道为什么对手 能够轻易结局成功 你说 监狱里有奸细 这能说明什么 这是湘西的一种毒药 俗称古毒 有人让我用它毒死中的 真的吗 参谋长如果不信 可以拿去化验吧 什么人给你的 什么人给你的 一个看守 我可以指认 我相信工本队长 可以让他开口 军长 顺团长 化验结果出来了 的确是非常厉害的毒药 你怎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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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狱里 居然有重庆分子 你不让武先明查查 居然越弄越糟 报告军长 这个奸细 早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掌握之中 那么那个人 把毒药交给了武先明 让他去谋害 仲天 军长 你知道不知道 我们是想看看 武队长的反应 现在看到了吗 看到了 马上审讯那个重庆分子 要是你没办法让他开口 我让武队长接手 我有办法 八个 说 我们给 genug 军长 室团长 建西已经招工了 她的确是长江工作站的情报让员 而且她愿意与我们合作 军长阁下 事实证明 伍先鸣对我们还是非常忠诚的 可是他却方进斋变走了 二十万几年了是 是 不过这个人一直在敌后工作 给自己留点后路 也是人之常情了 这个人我要亲自审来 是 胡女士 伍先鸣不但没有听从我们的建议 反而出卖了我们长江工作站的一名内线 那是为什么 看样子这个人 是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随他去吧 也非常感谢你和我们合作 不客气 再见 我 我为什么要陷害史维远 参谋长 我从九一八十回来之后 有没有向任何人说过 我是被史维远出卖的 你的确我说过 可是你的相好说过 黄军也知道 那个女人和史维远有杀夫之仇 她是为了借黄军之手 关保私仇 可是粮食是怎么回事 粮食是我向黄军要的吗 也是那个女人 她为什么要冒着风险 从黄军这里给房进斋弄粮食 因为那个女人爱财如命 那么你究竟有没有落到房进斋的手里 没有 不 我相信你说得是实话 可是为什么你回来 不向禁委师团长说明情况 粮食都被骗走了 难道要我赔给黄军吗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你没落到房进斋的手里 你去了哪里 还是因为那个女人 她绑架了我 她能绑架你 你 我总不能和女人睡觉的时候 都握着枪吧 我 黄军依然可以信任你 但前提是 你要把那个女人抓到这里 否则就都是你的一面之词 是 不会是给我侧及凶的吧 你怎么出来了 是人是鬼啊 还得谢谢姐姐给我找了个看守当提死鬼 日本人把我给放了 又欠下一条人命吧 反正都欠了那么多条了 也不在乎多一个 他们没有追查毒药的来历吗 查到那个看守就断了 长江工作站的人 从来是不该问的不多位 那你怎么欠我呀 这不是来请你吃饭了吗 一顿饭就打发了呀 那再陪你睡一觉行吗 玩笑归玩笑 你这条狗命值不值二十条金子呀 你说值就值 何时负账 这不是给你备下了 走吧 那为什么不带来呀 春心一荡漾就把这事给忘了 我哪想到 姐姐跟相好的也能收钱呢 行了 行了 我看你是能省就省吧 没想到这也逃不过姐姐的法眼 走吧 咱们来 一回日日 泰君 你怎么为难起 我这个父到人家来了 走 我们就死了 什么东西 快NET 这张坐很 simple 我在我银子剑 就这么多 都是空气 一切强 他是骗人的 他想跟我合谋讨房敬斋的欢欣 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这个人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 先把他押下去 军长 你看 看来五千名这个人还是可以信任的 胡寡妇怎么处置 将必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再考察一下五千名 要交掉一条 卫兄 情况紧急 你赶快走吧 怎么了 一出 五千名已经恢复自由了 这正常啊 他如果不会恢复自由的话 怎么接近宠谘工 可是她一出来 就涉圈到抓住了胡寡妇 情报可靠吗 绝对可靠 她不仅出门了胡寡妇 还出门了那个 为她传递毒药的内线 你怎么知道 我有个朋友 是日均驻荆州野战医院的化验员 她说今天工本大卫 拿去一包香烟 让他化验 说是武先民叫出来的 结果证明香烟中有剧毒 看要走 武先民 是要死刑塌地地 给日本人卖命了 所以他下一步 一定是来抓你 魏兄 事不宜迟 不会的 你对这种人还抱有幻想 一出 武先民可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现在占军胜负 难以预料 他一定会给自己 留一条后路的 也就是说 他会留下一些 交换的资本的 可他连胡寡妇都出卖了 其实武先民并不看重 和胡寡妇之间这段 露水姻缘 你别看我 胡寡妇三角九 什么人都认识 其实他没有真正的后台 而我不一样 我身后可是国民政府 我相信他不敢 把事情做绝 把事情做绝对 再说了 他如果真的要来抓我的话 早就要来了 还是魏兄最了解我 魏兄 太不仗义了吧 居然串通史未远 设下圈套陷害我 你说什么事能陷害得了你 你虽然不仁 我不能不义 回恩师去了 我负责护送 我负责护送 不用了 我想在这儿再盘缓几日 还想打总前军长的主意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显明 现在日本人是全球公敌 你认为他一个弹文之地 能与美英 中苏 诸大国坎衡吗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我只知道日本人要是战败了 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吴显明 你现在回头还不算晚 许一出 我都不明白了 咱们三个都是同窗 你干吗总是帮他陷害我 魏大义 我看未必 吴耀阳 你到底走是不走 怎么了 准备图穷避县了吗 这是庇护所 我绝不会在这儿动手 不过你做了初一 我不能不做十五 你可以不走 不过只要你敢走出 教堂大门半步 我就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了 那好 那我就自求多福吧 你也一样 你有本事 你现在就抓着去邀功了 你们这些人 怎么一点信也不讲了 这是咱们三方 共同认定的庇护所 难道我吴显明说话就是放屁 你们好得为之吧 还有 再告诉你们一句 打我吴显明的主意 你们找错人了 遥显明的主意 说我的天才是 你会去那儿 快点 骆明把他以为女性能力 同意 是 那人不可能 虽然不想 刚好 你的有本事 长江工作站 怎么又吃上长江工作站了 你问的太多了 好 我不问了 李初 你救过五千名的命 这个人讲义气 而且又是大男子主义 所以他一定不会为难你的 你设法要让长江工作站的人知道 冯丽二人并没有训过 这出戏 就自然能够撑下去 这好说 嗯 魏耀阳从营救现场被炸毁的卡车油箱破口上得出过结论 是被事先设置在车上的炸药炸毁的 这说明长江工作站里 一定有人不希望两位长官活着 如果他们知道没有得手 那么就会继续采取行动 无疑就会加重对五千名的压力 好 就会变成我 那一个人 这就会继续采取行动 一种自由 叫做孤独 他在我一生 静静飞舞 有一种爱情 叫做仓库 他让我心动 无法停留 有一种梦想 叫做迷惘 他在我不眠 夜里飞翔 有一种永恒 叫做悲伤 他让我奔跑 不会入乡 有一种自由 叫做孤独 他在我一生 静静飞舞 有一种爱情 叫做仓库 他让我心痛 却无法停留 有一种梦想 叫做迷惘 他在我不眠 夜里飞翔 有一种梦想 叫做梦想 叫做梦想 他让我奔跑 不会入乡 他让我奔跑 不会入乡 他让我来说 让我来说 你做梦想 曹梅 你能够伤吗 你能够伤的吗 你损伤好人